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我们去的时间没有太好 动物都没有出来 那个动物迁移没赶上 动物迁移在每年的9月10月嘛 那我以为说没有大规模的 几千头的大象在前面 没有这种场面也好 至少有几十头大象嘛 结果我们去坐着这个吉普车 只看到一两头象在那边 结果十多辆吉普车围着那头大象围观 这基本像像狐猎他一样 然后好不容易再开车去找 终于找到一头长颈鹿 就一头在那边 那我们又杀过去 许多辆车杀过去围着那个长颈鹿看 可能他也觉得好玩 怎么你们这么多人来看我一头 把他给吓坏了 基本上你们才是独屋 对 而且还有呢 还有事儿 蛮好玩的 我们去呢 因为住在肯尼亚 去了一个野生保护区嘛 住在帐篷里面 那就蛮高档的 你知道跟风新城 还有酵母鱼丹出去一定要高档嘛 我住街头没关系 他们有高档的嘛 帐篷都是高档的 帐篷六星级的 里面有抽水马桶 有充电器什么都有 那每个人住一个帐篷嘛 那那个外面是没有灯的 走出来要用手电筒这样 然后我就鱼丹啊 叫母嘛 白天晚上很开心 晚上就很早就睡觉 那我就自己在外面去酒吧 喝了一杯威士忌这样 喝完有点为醉这样子 然后就回去了 回去帐篷里面 结果我就奇怪 又自己拉开帐篷的拉链了嘛 一拉怎么有个女人的声音大叫起来 哈哈 原来我走错 因为鱼丹住我帐篷旁边 钻到鱼丹的帐篷里 但是还好我们鱼老师啊 圣人啊 坐怀而不乱 哈哈 那我听到鱼老师的一声大叫声音 蛮快乐的 哈哈哈哈 蛮期待的 鱼老师一声大叫会不会来的 正义千认纲 足足万里流 来个家会 哈哈 那他什么都没说 就是他就是大叫 那第二天 他不送师吗 这回 没错 因为我们同团还有作家嘛 他就马上想写一篇文章说 诶 正当马家辉拉开鱼丹的拉链的时候 他就大叫一声 哈哈 写的非常的暧昧 那蛮好玩的 蛮有意思 这当然很好玩 那天我听见一对情侣 我们这个朋友互相之间打吵架 打架 这女的就是吃醋嘛 吃醋嘛 就说 你跟你以前女朋友亲热的时候啊 你都叫他什么 这男的说的也没好说 说我不叫他什么 说他说你到底叫什么 说他们就是叫吧 哈哈哈哈 不叫什么 他们就是叫吧 那聪明的人 一定要叫亲爱的嘛 最安全 永远不会叫错 我估计他们是亲热的时候 叫错名字了 这个男人一定要守这个戒 太笨了 太笨了 千万也没人证实 但是你看 你刚才一讲这个围观现象啊 你看中国人这能围观的 跑肯尼亚都能把动物弄围观了 对目前中国 他们就说围观改变中国嘛 就是你看种种的这个围观的现象 现在今天你回来 你关心一下国内形势啊 这个春天礼被围观 汪峰原创的这个歌 对吧 咱们都知道 和春晚的这个旭日阳刚 这个农民兄弟 这个农民工兄弟组合 唱的这个 然后呢就闹出事来了 闹出事来之后呢 争议很多 然后呢这个第一圈围观 第二圈又围观争议的这一圈都在围观 反正我简单来说吧 汪峰写了 平生最长的一篇文章 说五千多字 其中不乏错别字 看着看着书 非常激动啊 奋笔疾书就写 他觉得自己就是等于太愤怒 受委屈了 受委屈了 因为呢 可能他们 你像这个这个这个兄弟最早在视频上 不就唱这个春天礼吗 对汪峰啊 这个农民工现在都道歉说汪峰是我们的恩人 因为呢汪峰一直就是很支持他们 甚至把他们请到自己演唱会 一起唱春天礼 甚至也是就等于授权嘛 你们可以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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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据说在此同时呢 汪峰那边有个团队 人家也是个音乐产业啊 那团队的人也在提醒他们 就是说你们啊 不能老唱这个只唱汪峰翻唱 汪峰一个人的歌 这个好像有点不太对 大概到后来就是这个通电话 但是就有人把一个消息透出来 这消息透出来很简单粗暴 就是说哎 汪峰说不让我们唱这个歌了 那汪峰大概就觉得你这传出去 让人家会怎么想啊 所以说我就兜底把这事都给你们暴露了吧 所以现在弄的还挺大 不过这个事我想先搞清楚一件事 就汪峰后面那个团队 是不想这对农民工继续唱汪峰的歌吗 那这个理由是什么呢 理由是一个比如说版权的理由 是说你老拿我们的版权 因为汪峰我的印象是 他没有收一个什么很特别的版权费 就直接给这两人唱 是因为这个费用的问题 财务的问题还是音乐的理由 比如说你们俩其实干得不错 但得有自己志气 自己写歌什么 是两种理由截然不同的 我注意到汪峰讲的 这个你看中国人很多时候 其实还是不外乎情理的 这个情理有个程度之分 就好比说咱们这谁知道 我想哪怕是我的歌 我第一次看到他们在出租屋里 生活困窘的农民工兄弟 在人行天桥底下唱我的歌 我也会感动 哪能不支持呢 对吧 肯定是支持 那么你们在酒吧里要唱 收几百块钱的时候 那也支持 也支持 可是如果你们火了 上完春晚之后 这个各地去商演 几万块钱出场费的时候 你们还在唱我的作品 那么这个就有问题了 就得过了是吧 其实文涛这样说 你还没你是确定这样说法吗 因为这样说法等于是回答了文道了 这个说法等于是说经济的理由 是经济的问题 不是音乐的理由 可是这算是经济的问题 我们要看是说 这个所谓不准给对方唱 是谁发出这个决定 因为你说汪峰自己有个团队嘛 坦白讲给农民工唱完歌 如果来的钱 那不一定只是汪峰呢 当然 他后面也增加公司 他其他的同伴 他的可能他的公司的股东 等就有版权的问题 等于是说你汪峰 你看得起这个农民工 你支持他是你的事 我跟他树辈 我们后面还一帮人 靠你这个音乐来过日子挣钱的 对啊 结果就我来决定 或是我去把这个讯息带出来 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矛头也不能全部挤上汪峰 而且文道刚提了一个动机的问题 可能就是说他不是不准 是建议你不要唱了 你要多一点其他的歌 那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就是这个里边就涉及到中国 这个著作权之类的这个一国粥 你比如说你像汪峰说 说按照我加入的那个什么音助协 还是什么一个一个协会 说按照那个规定 就是说谁都可以唱你的歌 他要愿意交钱 他就交给你的音助协 音助协在给我 对吧 他说这 他等于是人家音乐人 根本不认同这个东西 你说你这个跟一般的法理来说 好像不对吧 可是这里还有另一个问题 就是说现在这个争议 我看到就很多人就骂汪峰 这还引出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今天在中国像农民工兄弟唱歌唱火了 他就有一个天然的道德上的正确性正当性 今天在中国农民工很奇怪 这个群体老是被欺负 在每个城市里面都是被压迫的群体 但是在舆论上他们是有天然的道德权威的 就今天中国因为大家都有点民粹主义 一方面我们没办法实际的解决 我们的弱势群体的生活问题 各方面的问题 但是弱势群体一说话一怎么样 大家肯定都要站到他那边 而且他们又是用这么一种春天礼 你不就是说当我什么一无所有 当我老无所依 我忘不了春天礼这种共鸣 让大家觉得 其实老实讲 要照我个人我也不是什么专家 我怎么觉得所有的翻唱 真讲音乐本身来说 那都比不上原版 当然你比如这位农民工兄弟 在春晚上都紧张的都跑调 当然你要说春天礼 纯音乐来讲 谁唱的最好 当然汪峰唱的最好 可是也有人讲这个刻薄话 就是春天礼汪峰没有唱红 叙日杨刚给你唱红了 我觉得这就好比说 实际上是也挺奇怪 这些好几下 你比如说有个歌叫传奇 王菲也唱的李剑的 我是先听王菲唱 即便是王菲这样的天后 对吧 老实讲我听了李剑唱之后 我又觉得这个歌的真性情 那是李剑的 那也不一定是吧 这个音乐 流行音乐史上有很多是被翻唱唱红 而且翻唱也真的会比原唱好的 我可能是一种固执偏见 我老认为什么东西都比不过原本的 但这个事可谈的地方很多 咱先去广告腔腔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旭日阳刚这么火 更多的是因为他们这个人 是他们这个人在唱这个歌 所以你看很多人就 这就是不是有点像当年这个李雨春 对吧 那么多人投票给他 恐怕不是跟纯音乐有关的理由 是因为他这个人 对吗 因为一个流行商品红不红 跟你本身所谓的好不好是两回事 像你刚刚说王菲的例子 王菲好又怎么样 可是那个歌给不同的人唱 坦白讲 给姓李的姓马的姓梁的什么 都有它的味道 台湾有一个很经典的例子 就是狄柯牛仔 狄柯老爹 他就翻唱所有人的歌 全部几乎成有一阵子蛮红的 后来他不要了 我要唱完别人的歌之后 我这个来 对我自己写歌唱自己的歌 结果马上掉下谷底 必须这样说 马上沉寂了一阵子 所以那狄柯牛仔当时唱是因为 你还要会懂得挑歌来唱 挑他那种沧桑的中年男人的味道 你挑了 然后点到了 那就红 所以是红跟好是两回事 可是这个事情倒是说回来说 可以再远一点看 中国人可能对这种关系特别敏感 因为中国人对于什么叫做义气 好像一直以来都讲究 对 假如大家好多人都替着农民工说话 除了因为能问到说 你说因为他本身好像有那种 天然道德的高位置以外 要说因为大家对于说 好像你本来很有义气 现在突然眼红 大家觉得你是眼红对方了 这不够义气 不仅是不够义气 那从原先的义气变成一个闹剧 变成丑剧 大家的感觉从这个极端 完全到了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从这个效应上看 好像好事变坏事 对 你看这个旭日阳刚这对农民工 我就感觉就是一脸惶惑 惶恐他们也是刚进入这个娱乐圈 很多事也是经纪人或者相关人等在后边 在操纵 他们也是感觉很惶恐 就是说我们到北京要跟汪峰老师当面道歉 听说两下里现在也有一些这个和谐吧 闹不清他们怎么回事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挺好 因为我就在咱就讲外交部发言人讲了 就说虽然咱们是第二大经济体超过日本了 但是我们头脑还是很清醒的 就是中国的人均的国民收入 还是世界100名开外 我为什么觉得这个清醒 就是我们现在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所以我现在认为很多社会上的议题 其实有一种公民教育的作用 比如说 你注意到没有 关于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 到后来引起一声争议 这争议很好 不要说谁对谁错 但是我觉得至少有人会提出 肖像权 隐私权 有这些意识 这就是进步 对啊 你能够想到这 或者说你看通过这个个案吧 往春天礼这个个案 更多的人就知道 原来是不可以这样 唱人家的随便翻唱人家的歌的 这就慢慢 这是在让你进步嘛 对吧 每个发生这样的事情 都是一种像你说的机会教育 在社会大转型的时候 大家会把很多一直实以为常的东西 重新去看 原来不是这个样子 或是说刚好好像闻到那个书的书名 常识嘛 我们要从常识 common sense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我们要回到最基本的人权权利等等来看 其实事情就清楚了 所以每一个新闻事情 它可以是闹剧 也可以是一个教育的很好的机会 你这个就激发我 你讲常识 我觉得你讲讲的特别好 因为那天我跟一个老师 阿诚老师我还跟他讲 我说你看 因为阿诚老师也是很早讲这个常识 我说我就觉得常识你们都在讲 但我有一个地方不太明白 好比说常识也在发展变化 比方说哥白尼的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人们的常识是地球 是宇宙的中心 是吧 但是后来又在变化 后来阿老就跟我讲了一句话 他就说 说你看我到美国 我见到很多事 我就会感觉到 常识水平不一样 你看结合这个个案 我现在明白这什么意思 就好比你比如在美国 你侵犯我的版权 这是常识 但是可能在一个发展中国家 这还不是还没有进化为全 就共同的这个常识 对不对 你比如说 有些时候咱们干的事 你按照这种常识来说 版权的常识来说 我觉得所谓到尽头到常识的地步 就是不见得需要法庭相见 甚至你就知道害臊了 你干这种事 你比如说缺乏创新 缺乏独创 动不动就照抄人家的 动不动就克隆人家的 人家穿什么衣服 我也穿什么衣服 都不知道害臊 你发现没有咱们的社会 很多这样的事情 是没有人追究你 对吧 也许法律上很难解决 可是你怎么都不知道害臊 可是我觉得在今天的中国情况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 就是说因为今天中国出现 一些很特别的概念 比如说三寨 我们今天三寨这个词 它的词业包含的范围非常广 它有时候包含的 就是一个恶搞的东西 有时候它描述的是一个 比如说像这对农民工兄弟 他们这也可以叫三寨版的流行歌手 对不对 这是又不是恶搞 但可以说是某种的粗略的写访 但是又有趣有意义的 另外一些就是直接的抄袭 模仿盗版什么都可以叫三寨 三寨这个概念你记不记得 就是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它甚至还有点正面意义 它不是个负面的东西 对它那个正面的在哪 就表示说我们今天是个社会的主流 有很多不好的东西 垄断太大 所以我们用三寨来抗击它 是个弱者的反抗 慢慢的这个词流行开来之后 今天什么都可以放进三寨的时候 问题就来了 问题来在哪呢 就是当有侵犯版权的事情出现了 有分明是非常错误的东西出现 我们只要帮它加上三寨两个字 它就离开了我们正常的做道德判断的范围 它就忽然就在它不是变得正确了 你注意平常用三寨我们说这个是三寨版 这是三寨我们之商形容一个东西是三寨的时候 我们既没有说它对也没有说它错 而是它可以逃离了超出了正常的这个是非错 这对错的这个判断范围 因为这就像我想到这个很多中国的话语就是这样 除了山寨有这种作用以外 我在中国大陆行走 经常听到一句话说 凡事都有一个过程 好像只要你说这句话 凡事有个过程 它就可以挑出来 不用平常合理的常识的正常的角度来评论它 因为这是过程嘛 什么不合理都可以被包容被容许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最近看这个我就说央视有个纪录片叫公司的力量 我就学到一个概念 就原来在这个西方的这个发展史当中 就是让原创者利益归于原创者 让原创者挣着他该挣的钱 是他推动他资本主义这么多年发展 很重要的一个鼓励创新 对很重要的一个事 就是说我原创了 我创新了 那么连带的所有的利益 这个都是我的 对可是还是有另外一个角度 不断有人讲 特别最近几年讲版权跟非版权 所谓copy left 版权的左派所说的 就是说真的吗 我们看回历史 那些人创新都是为了 因为想赚到一个属于我的东西吗 好像不是这样 创新的原理不管是天才型的科学家 你就算不给他半毛钱 他还是要创 再说你创新跟创新的出来之后的东西 怎么样运用是两回事 当然最理想是把两个东西结合 像爱迪生 爱迪生除了是个发明家 是很好的企业家 每一个东西有的没的就会搞版权 对搞专利 然后把它批发出来生产 可是你看到特别在网络世界 看到很多都是为了创新而创新 甚至为了逃离版权的控制而创新的 反而版权刚好相反 限制了人的创新 因为我要说版权 像有人说的 曾经有人举过一个例 在美国某个地方 一群小孩在露营 在生了一个火旁边 来唱了一个美国的好莱坞公司做的音乐 过了一个礼拜 那个学校的老师就收到一封信了 来说他侵权 你带着小孩在那边唱 你的学校是收学费的 所以是商业行为等等等等 这要你赔偿给我电影公司 所以就变成人家就不敢唱 很多东西就变成不算了 因为你有版权我不敢用了 不敢在你的肩膀上面继续往前走 其实这个版权往往是对创新是有伤害的 这个情况也是复杂的 所以这里面你说的很对 他非常复杂 复杂在哪呢 就是一方面我们都觉得版权这个东西不能够说的太紧 要不然他是阻碍创新 而且就算是盗版模仿啊 这个东西也是有时候可以为他找一个理由去解释 几乎所有现代国家都经过一个模仿阶段 包括当年的美国 后来的日本韩国 我们都有过一个模仿 然后改变成创新的一个阶段 但是今天我们一般人思考这个所谓版权产权问题的时候 复杂的地方在哪 我们很少从这个角度去想 所以变成有时候你要追究产权概念 你也很容易被人骂说你怎么那么小气 但是请注意今天有出现一种什么样的侵权状况呢 就比如说你是名人 明明你没说过这个产品的好话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 去说你说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